他说呢他是在某公园里面的这种shuttle bus 可能就坐车去游览的这种bus 然后因为司机呢紧急刹车 他就摔成了锁骨骨折 我们都知道锁骨是在这个脖子下方嘛 这个地方骨折其实应该是很痛的 所以呢这个shuttle bus呢 他就公司是全责啊 这个是认定的 可是摔完第二天之后呢 shuttle bus的保险公司呢 就联系了这位朋友 之后呢一直就是了解他的情况 经过了两个月之后呢 保险公司啊打电话给他谈赔偿 但是呢要让他签一个免责声明 那这位朋友呢看了合约之后呢 他就觉得这个免责声明上面的条条款款啊 就是把这个事件撇得太干净了 并且赔偿非常的少 他当时就不乐意就没签 那他想问一下 如果这种情况的话 我要找律师去帮我就是丢这个案子的话 我的赔偿金会不会更多 想请教一下 那应该是交给律师自己去 还是自己去谈 交给律师还是自己去谈 一般这种情况的赔偿金是多少 来问一下我们的王律师 这个问题非常好啊 也是我们经常知道的 就是首先的话 这样的事故是几乎是要 百分之百都要请律师来记录 进行索赔的 因为这个索赔的数额会 会很大可能 跟他自己索赔真的是天朗之别 至少根据我们的经验 当然我们不能保证每个案子都是这样 但是至少要十倍 十倍是要至少的 OK 你说是医药费的十倍吗 就整个案件价值的十倍 假如说现在保产公司给他一千美金 那么如果律师介入的话 就要一万美金 甚至是更高的 OK 这个就差别很大 第二的话呢 就是这样的事故 实际上我觉得他一开始说的 这个杀手公司权责 这句话实际上很可能是错误的 OK这样的事故 杀手公司以及他们的保产公司 是不太可能就承认过错的 承认自己权责的 他们可能 对他们不会承认过错的 他们只会说 OK 我们知道你受伤了 我们就给你一千块钱 两千块钱就和解了 所以他们会给他发这个和解协议 就是他说的这个免责的这个协议 那么这个意思呢 就是说保产公司给你两千美金 那么你就将来不能够索赔了 OK 所以千万不要钱 他还是比较聪明的 对 那么第三呢 就是在美国像这样的 类股骨折的案件的话 价值往往是比较大的 OK 因为骨折在美国属于受伤比较严重 那么案件的价值的话呢 一般情况下就要 至少要到五位数的 甚至是更高 OK 因为我们在很多骨折的案件 那都是要十几万几十万美金来 好的 那我们专家还是建议说 一定要找到律师 因为这个价格的区间跨度比较大 你找一个好的律师 对你自己未来都是有帮助的 因为你也不知道 会不会有后遗症嘛 对不对 那我弱弱的问一句 王律师 你们律师事务所接这种case吗 这个还是要看的 我们还是要进行评估的 因为有时候客户找我们太晚了 这个是我们华人经常办的 我知道过了时效了 但是我们的这位听众 还是可以联系一下 你们的工作人员 对不对 对没有问题 好的好的 谢谢王律师 今天的时间关系 谢谢王律师 谢谢